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日神索尔嘉雷哦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那第十季的对战联盟 在开场的时候就推出了2500CP的奇幻碑 虽然第一次登场 但也衍生出了许多有趣的角色 像是我们前阵子有介绍过的火龙莱希阿姆 本身靠着火焰牙其实在这赛事打的也算是不错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也是带着火系小招的 日神索尔嘉雷哦 那玩家们手上不见得都有100%能够在大使联盟使用 不过在这个赛事的情况下 索尔嘉雷欧的使用率却是蛮高的 本身的刚系俗性让抗性非常的好 火焰牙配合着精神之牙的输出伤害也算是蛮可观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奇幻碑的索尔嘉雷欧能够打出怎样的实力吧 好那今天有很多玩家提供对战影片 使用的阵容的话是第一只起源形态的奇阿蒂娜 后面是两缸分别是喵头目以及今天的主角索尔嘉雷欧 索尔嘉雷欧这边体质上看起来是有点可惜啦 大使联盟确实没有办法用 不过在高杰盟的赛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力好了 首场的话我们看到别种形态对上起源形态 别种形态在高杰盟的坦度确实非常优异 如果跟起源形态硬打的话这边是会输的 一个龙爪下来我们就快喷了一半血量 而且对方竟然算准我们使用暗影球的瞬间切脚挡招了 暗影球直接出去打到的对手是大钢蛇 大钢蛇在高杰盟使用的话要消耗蛮多的资源 而且它的坦度非常好不过攻击力就欠甲 不过大钢蛇的小招通常都是在龙尾的情况下 我们选择钢系上来就能够抗衡他 那很多玩家选择苏德加雷欧的时候 使用金城之牙先降他的防御力 配合着火星牙进行输出 虽然大钢蛇他的属性是钢嘛怕火 但是以下的伤害量其实也没有太明显啦 只能说他的坦度甚至连其他定量都比不上 好那对手也是一个金城之牙出来 那目前的防御已经下降了 会再次面对到对方的奇亚蒂娜 毕竟龙系本身是抗火的 那他再次上来的话 这边可能玩家打算把所有加雷欧发挥到最大极致 所以金城之牙连发直接把对手的防御降到一个低点啦 不过他应该会等等收拾掉所有加雷欧瞬间切脚 把防御下降的状况给取消 好对方的奇亚蒂娜这边出招了 所以我们的招式是引致后袭 平常打击刚好收拾掉昌利希的所有加雷欧 中间管是换角了 走一只角色是花姐夫人上来 那我们今天阵容的话也算是龙刚刚啊 那以刚系为主的话就很好对付妖精系的角色 花姐夫人虽然看起来很像草 但是他并不是草系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喵头木有配置的大招铁头 刚好能够压制他 那一个铁头下去 妖精系是直接被嗑到对手开盾的 目前就是双方各生一盾 好那此时的话双方的出招速其实差不多啦 那我们铁头连续出来 论攻击力的话苗头木是获胜的 铁头再次出去对手剩下一盾是开住了 而这边的话虽然本身刚系能够抗他的草系或者是妖精系的招式 不过血量上以及坦度是没有办法去抗衡啦 所以还是挡了一下 目前双方都没盾 然后铁头这边来不及再出招了 毕竟他刚使用魅惑之身啦 魅惑之身的能量上是比较短的 所以他这边补一个越洋之地出来 直接收拾掉猫头木啊 猫头木的刚系确实弹度是有点令人堪忧啊 不过终究的齐阿丁娜上来 趁着对方齐阿丁娜出招之前 快速的使用骑之风 直接把对手别种形象的齐阿丁娜打下去 最后花杰夫人上来了 目前就要拼出招速度了 那很多玩家这边选择是使用暗影球 但是还没击到对方的花杰夫人率先出招了 有点可惜 可能是想说齐之风的差量不太够吧 所以最终选择暗影球 但是秒按到招 反而被僵了一军啦 是比较可惜的 那第一场的话是 在一个猫头木 看起来属性上压这的情况下竟然输掉了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一场的话是一个顺风开 看到骑士寡鸟对方换上卡扑琪琪 卡扑琪琪面对到猫头木 这边我们没有属性上的压制啊 毕竟我们这边并没有抗水 可以加上铁头 再打卡扑琪琪是一个平伤打击 所以伤害量并没有到非常高 一下下去 对手卡扑琪琪剩下半血 那卡扑琪琪的话 应该是会选择冲浪出来 不过恨人玩家是挡招了 诶结果是月亮之力 月亮之力直接拿来打钢 可能是想仰赖着更高的伤害输出 再靠水枪把我们点掉吧 所以这一个挡招反而挡到了一个能量上非常高的招式 算是不错 接下来对方一个冲上出来 我们残血 摇头木这边残血出大招 铁头出去 能够感觉到我们摇头木的坦度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啦 那这边竟然在平度的情况下 被对手把风向给拉回来了 所以此时选择的是 其他地拿起门形态上来 直接安心爪把卡扑琪也点下去 对手要上最后一只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是谁 究竟他作为角色 竟然是波克吉斯 对手应该很庆幸的 他的骑士寡牛避开了其他地拿 但殊不知 所有加雷歐带着火焰漩涡啊 可以直接双克啊 所以我们的其他地拿 一张眼球逼迫到对手开座一顿之后 他果然把骑士寡牛送上来自杀了 火焰漩涡可以直接轻松松拿下他 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边率先的先用一个金城指甲 先降对手防御力 不过这个下去之后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对手还是处着 其实是可以把枪上给留着 去打后面的波克吉斯比较好了 那对手来一个双力炸弹 将我们防御之后 目前剩下半血 然后波克吉斯上来 直接一个铁头 铁头能够去打妖精器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一下下去还有属修的状况 波克吉斯残血 但是接下来的血量 有一点尴尬结果 好险 这样是剩一滴血啊 对手的双力炸弹直接降我们两阶的防御力 导致我们刚系本来抗撒娇的一个状况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啊 差点就被对手点下去了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 卡布吉斯是在第一次 奇幻杯的赛斯卡布吉斯算多啦 因为他的水枪确实蛮好用的 那对手换脚 路卡利欧上来 路卡利欧这边上来 说实在是令人不解 他可能想靠暗影球吧 但殊不知他的 小招双倍封环几乎没有太多伤害啊 哦 结果放完七只封之后切脚了 路卡利欧这边一定会是暗影球出来啊 相对的 索尔加雷欧一定得当啊 因为超人力气本身怕丘利 一下下去应该会直接倒下 不过火焰熊刚刚好把路卡利欧给啃下去了 那这边上索尔加雷欧主意应该是想要先保住 奇闻形态的其他地囊 然后让卡普奇奇 我们这边用几层之牙稍微跟他消磨一下 不过火焰熊过的伤害量真的很低啊 毕竟对方水系的 那纯属消耗的情况 等一下起源形态会再次对上卡普奇奇 要看他做一些角色 是否能够应对我们奇阿蒂娜 以及喵头目了 好啦 此时卡普奇奇忍不住了 并水枪没有属性上压制了 所以他选择冲浪 稍微耗斜之后 水枪把所有加雷欧给点掉了 奇阿蒂娜直接上来 目前换角时间也到了 但是一顿的劣势 帮周囲的角色 能否靠着目前多一顿的状况下打赢我们呢 卡普奇奇迟时出招冲浪 短人量来骗盾 那目前就没盾了 结果周囲的角色竟然是骑士蝸牛 那游戏要结束了 因为我们奇阿蒂娜的血量上是留着的 所以对抗骑士蝸牛完全没有问题 他说被封环是揍不到喵头目的 所以最终喵头目 得面对到两顿的一个卡普奇奇 然后我们看到骑士蝸牛使用一个子虫钻出来 伤害量也算是不错 那这边不让他多浓一点气 我们快速的使用骑士蝸出去 骑士蝸下去之后 收拾...诶没有 对手是挡了 然后中途 喵头目趁着对方来不及出招的情况下 暗影爪直接收掉了 结果卡普奇奇上来 结果残血 也没办法做太多事情 我们就拿下了 那这一场的关键在于 其实属性上的压制蛮明显的 如果对方留着他两只格斗系的并不切脚的话 他直接把卡普奇奇消耗掉 可能后面两只会遇到格斗系角色相对的是很难处理 但对方并没有这样做 率先的切脚导致我们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局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赤龙王 赤龙王的话 本身龙袭能够压制我们 所以这边很容易玩家是换角了 换成喵头目 喵头目打赤龙王 没有属性上的优势 那这一方赤龙王肯定是一个赤龙铜炮之后换角 好赤龙铜炮这边对手运气不好 竟然没有下降到我们的攻击力 而他中途让帝王阿波上来 很容易玩家急到两个晋升战 准备连发了 放完之后就要让我们的其他蒂娜上来了 好一个竞争战下去 对手挡招 那竞争战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是会让自己的防御下降 但是攻击力是不会下降 所以连续两下 对方如果一个不挡 他会直接让掉顺位 所以他是直接开两盾 那目前两盾的优势的情况 其他蒂娜还会再次上来 而且所有加雷欧避开了帝王阿波也算是不错 好那这个帝王阿波只能选择 没有属修的左转 虽然是飞行系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帝王阿波是可以使用左转 好那对手没有盾的情况下当然没有再客气的 暗影球直接出去 不过这边看起来是不打算转满 毕竟还有一个浓他气量上的空间 那对手再次着转我们保住了其他蒂娜 然后他手支的脚 诶 这边直接上来的是料乌莎上来的 那这边浓到了暗影球 然后换上索尔加雷欧 但索尔加雷欧在打 料乌莎也算是属性上被抗到 所以这边打起来非常的痛苦 对手一个流沙地狱出来 我们并没有挡招 想象上碰的还蛮多的 那这边所有加雷欧上场 肯定又是为了衍生出给其他蒂娜做球吧 所以技能之下连续出来 防御力让他下降到非常多 理想的话是全形态上来 暗影爪就可以直接把他K掉 那对手的料乌莎再次流沙地狱 这只料乌莎应该就是流沙地狱配上逆领的 应该啦 不然正常的说应该会挤到大地之地的气 再出招可能会比较好 好对手防御实际下降 刚好的全形态一上来 暗影爪把他点掉 对手这边选择地狱老婆上来 但地狱老婆上一滴血 暗影球下去算是有点太奢侈了 然后接下来对手追着角色 雷欧王再一次上来 很多玩家就跳掉了 因为后面那边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因为血量上有点太低了 就算暗影爪把地狱老婆收掉 剩下一点点血赤龙往上来 还是会帮我们打掉 暗影球一下收不了他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双弹瓦斯 双弹瓦斯是毒跟妖精 妖精能够打龙 所以这边是属性上的烈石 而且获得妖精之风之后 他的出招数算蛮快的 只是他的大招很多样性 不知道会怎么配 那我们先来一个暗影球出去 看一下对手是否会挡招 结果他挡招了 目前一顿的优势 中途所有加勒又上来了 不过双弹瓦斯加勒地区是有过热啦 一下下来还是能够打刚系的索尔加勒 所以他的玩家也是挡招 给一个尊重 过热下来 攻击下降非常多 那第二下的话 应该是可以不用挡啦 不自己会下场 所以这边我们盾就省下来了 对手再一次过 我还是蛮痛的 以索尔加勒的坦度来说 在高结盟算是一般般啦 但至少他攻击下降的情况下 索尔加勒并没有直接倒下 而且对手二孙卫也是索尔加勒 目前一个进向对决 但血洋伤太少 被对手的火焰眷窝给直接啃下去了 但是我们可以让苗头雲避开 索尔加勒也算是不错 所以索尔加勒肯定就是一个 金城之牙不断的出来 然后降我们防御力 但是暗影最好能够打超能 所以这边我们小赵杀害量也是有 而且不用担心 他降我们防御力之后 用火焰匈把我们打掉 所以这边可以让我们其他蒂娜练功到非常的足 好收拾掉所有加勒忧之后 目前残屑至少可以使用暗影球 对方也是奇拉蒂娜再次上来 不过他是最后一只啦 那这次奇拉蒂娜的 是别种的 那奇拉蒂娜剩一滴血 我们快速让苗头目上来 苗头目 蛮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的小招是有暗影抓 所以带有不错的伤害量以及蓄气 那另外一家是打双苗头目 直接把对方奇拉蒂娜给打下去啊 然后开盾挡了对 哦 暗影前行直接出来 这边算是非常机灵啊 如果是影子偷袭的话 可能还打不死苗头目 但是如果你看他的气急到非常非常多的话 终究要给尊重啊 好久要挡住招式 而我们看到对方的双弹瓦斯一上来 铁头直接下去收掉他了 最终是获胜啦 并没有赌他会是龙爪或者是影偷袭啊 那最近丹尼在大事严盟也很常用别种形态的奇拉蒂娜 就看对手都不挡啊 那个暗影前行其实还蛮有趣的 直接开火车撞人啊 非常过分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一场是一个竞翔对决 双方都是奇拉蒂娜起源形态 不过对方的起源形态的CP好像有点低啊 竟然才2465啊 然后这边奇异之锋下去 对手没挡招 但是也没有拼到攻击防御上升 只直接换上了喵头目 喵头目面对到奇拉蒂娜 本身虽然在幽灵系招式品上 但是吃到一下 本身的脆皮还是会重伤啊 所以很多人家是挡了以防万一 对手中途换脚 留了一滴血的奇拉蒂娜 中途换上卡布奇奇上来 卡布奇奇 我们这边也顶多就是个平品啊 但是有蓄气量优势 还是能够压制他一下 以下的铁头下去 对手卡布奇奇只喷了三分之一 两下下去对方也不需要挡招 他可以趁我们准备把枪上挤满的情况下 用冲浪出来直接收掉我们 而且玩家因为刚开盾了嘛 现在是不可能开盾了 所以这边的喵头目会直接下场 结果冲浪留我们一点点血量 反而我们在暗影爪把它点下去了 那顺位上还在我们这里 那说一下 很可惜这边近身站差一点暗道 而他最后的角色 是雷基斯奇伍上来了 雷基斯奇伍的话 我们应该就是用索德加雷尤打啦 毕竟不可能拿他 其他蒂娜用索德加雷火焰熊去打他 不过目前没有盾的优势 终究得吃他一个蒸气蛋看看 首先可能玩家是没有挡招 吃到蒸气蛋 平常打击大概一半左右 然后我们今天的配招是 剑之牙加铁头嘛 所以没办法造成雷基斯奇伍想要耗损太多 可能玩家是中途切上了奇亚迪娜 奇亚迪娜面对到带电池炮跟蒸气蛋的雷基斯奇伍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那对手想要来一个切削挡招并没有挡到 所以这边他的盾终究得用啦 那我们很真诚的暗影球直接出去 其实这边可以奇迪之锋连发啦 对手一定会挡招啦 这边手按球 确实是有点太浪费了 可以看到目前的奇迪之锋就没有按到啦 那是否要开盾呢 好结果是开盾了 好电池炮出来 这边刚好降到我们攻击力 目前换角时间还没到 恨人玩家的第二个出招 果然是选了奇迪之锋啊 刚刚应该是按错啦 太明显了 奇迪之锋下去 终究的攻击防御并没有上升 中途切上索尔加雷尔要来打一个团队合作 简直下 先将对手防御 目前哈里盾也不至于会吃到雷吉斯丘的招式 之后用火焰血火直接把对手虐掉 游戏就结束了 这场的话其实对手其他蒂娜拖太久了 导致喵头目那边枪上非常好 反而把对手卡布奇给打下去 加上其他蒂娜血量上太低啦 他也没有办法去打索尔加雷尔 最终他把全部的成果都给雷吉斯丘去锁定战局啦 但殊不知我们靠着团队合作终究的收掉他 好 那我们这场就拿下了 虽然对方有一个盾的优势啦 但殊不知 他靠雷吉斯丘要 扳平我们这种 两只都是以招式为主的角色 相对是比较困难啦 暗影爪的一个效率值 跟火焰漩涡能够打杠 雷吉斯丘一支是扛不太足的 好我们就下一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对手 这一场的对手是 哦结果是我们前几天有介绍的莱西拉姆 莱西拉姆的话 看到奇亚蒂娜是直接换脚 对方且帝王拉伯 但是这边换脚上来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优势啦 所以很多玩家看起来是持续的打下去 不过莱西拉姆在奇幻杯 应该是配一只火焰牙 所以你一定要让后面的角色上来 跟这一只帝王拉伯消磨才行啦 然后保留奇亚蒂娜去对抗莱西拉姆会比较好 所以终究的切苗瞳骨上来了 苗瞳骨一上来 对手一个左转出来 这有点尴尬啊 应该是用江湖水炮才对啊 那我们这边看起来是切齐出招的 是送一个铁头出去 并不打算用精神战让自己的防御下降 铁头下去之后 对手的帝王拉伯剩下一点点血量 但是目前的血量吃到江湖水炮是会倒下的哦 应该还是要选择精神战啦 这个铁头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好 终究是开了一盾啊 好那莱西拉姆在一个 风向被拉滑一点点的情况下上来了 精神战这边 准备打算舍弃喵头母 现在下去对手莱西拉姆挡招 所以目前双方平盾 好结果他换上最后角色 结果西斯海人上来 高杰蒙比较少看到西斯海人 因为西斯海人他的水系招式目前就有水炮 并不像是卡布奇奇有冲浪这么的弹性啊 江湖他今天是以沙交为主轴啊 想要打龙系 但是我们后面有钢系的索尔夹流 能够稍微抗一下 所以双方在小招部分是没有太多伤害 所以比的就是大招 我们出招又比他快 所以西斯海人要打赢索尔夹流是比较困难 欸不过很多玩家这边是没有挡 直接让索尔夹流下场 让我们的奇亚迪娜可以拿西斯海人练拱 枪上不错 面对到对手的第一只角色 莱西亚姆 那莱西亚姆在火焰雅的话 出招数就比较慢了 所以我们暗球一定能够打到啊 这一场已经结束了 对方的咬碎我们把它挡住 然后靠着暗影爪多打一点血量 暗球K到 莱西亚姆是扛不住的 好最后暗球再次出去 收拾掉趋近满血的莱西亚姆 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场的对手 今天配置龙刚刚啊 但是第一只的龙系 其他蒂娜是没有带龙系招式的 反而后面两只的钢系是有带铁头啦 是比较少见的 那最后一场的对手的话 哇是色違的骑士蝸牛 那在小招部分我们占优势对手是直接换脚 换上来的是加勒地区的双弹瓦斯 然后这边是打算拿一个暗球 直接中伤他的双弹瓦斯 第一只骑士蝸牛 所以我们可以保留所有加勒去打他 诶不过很多人家是直接换脚了 这边换脚其实算是蛮大胆的 因为对方还是会过热出来 相对的还是得开盾 不如把所有加勒留到那一只骑士蝸牛 会更好一些 不过也有可能是想要让这一只 加勒地区的双弹瓦斯放完过热 让自己攻击下降 相对的我们其他蒂娜可以保留着去打骑士蝸牛 好对手的双弹瓦斯再次出招 过热这边出来伤害量就没有办法直接拿下了 我们刚好看过 然后接下来的话火焰漩涡也收不掉双弹瓦斯 这边有点尴尬 所以这个切角说实在非常不好 因为对手终究把你的盾全部逼光了 反而所有加勒欧这边只是浓到了不少的气量 但是对于奇亚加蒂娜来说 一开始就直接把双弹瓦斯拿掉就好 好那所有加勒欧准备下场之前 精神之甲连续出来 把对手骑士蝸牛的防御下降之后 对手好像是换脚了 钢系跟地面系的 那这边应该是大钢蛇上来了 因为我们在奇幻碑是不能使用泥巴玉的 然后中头换脚换上来的是 喵头目上来 喵头目的话除非迟到地震 不至于会直接下场 对方是选择能量上比较短的咬碎 大多数的大钢蛇比较少看到地震 因为熔尾他的蓄能表现没有到非常好 而且被挡住的话会让他有点尴尬 所以比较多玩家会配咬碎加上精神之甲 好我们这边一个精神战收掉对方的大钢蛇 最后剩下骑士蝸牛 没办法一打三啊 骑士蝸牛算色围的非常好看 但是要一打三还是有点困难啊 博钢大钢蛇的伙伴的那个徽章带在头上 感觉有点像是别阵的感觉 看起来蛮可爱的 好最后骑士蝸牛垂时挣扎 他剩下一顿 那为什么骑士蝸牛打不赢其他地震 有很大的原因在于他小招双背奉还 被幽灵系给送往抗 再来是我们通常带着地面系大招指冲钻 对骑士蝸牛是没有属修啦 所以在翔上耗损明显的是有断落差 欸不过对方的骑士蝸牛终究是出招了 这边能够收掉剩不到一半血量的 起源形态的其他地娜 但是索尔加勒牛上来 火焰漩温直接双克还是拿下了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再次介绍日神索尔加勒牛在对战中使用的 那今天是在奇幻碑不是在大CM 玩家也可以注意到 虽然在高捷猛我们能够说 有些神兽确实不适合降级打罐 但是索尔加勒牛仰爱着他本身 游异的属性加上火焰漩温 刚好适合奇幻碑使用 如果在逆风的情况下 也能够用精神之雅降对手的防御力 延伸出给队友操作 所以整体上的操作空间其实也是蛮大的 所以玩家如果手上刚好没有100%的 索尔加勒牛的话 也能推的球骑士到高捷猛的奇幻碑 在对战中尝试看看 最后的话我们要再次感谢很累玩家 提供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 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到再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 heut